我记得那天我说 胖子咱拍张照片吧 他说拍什么 你快走吧 我一看 我说必须照两张 我在后边做动作 你的手 我在那做动作 让他笑你 这多难 我要再老实送你一首 我写你的微笑这首诗 好 太好了 也是写给丈夫的吗 当然 你的微笑 是我在暴风雨中奔跑 遇到的那把红伞 你的微笑 是我在寂寞的长夜里 捧着的那杯热咖啡 爱情是天边云彩座的枕头 风一吹就晒了 爱情是餐桌上 吃剩的仙草莓 一会儿就不新鲜了 爱情要彼此感恩 家不是个讲理的地方 家是个讲爱的地方 真好 学会了吗 学会了 今晚回去就做诗一首 好吗 对 家不是个讲理地方 不讲理 我就来什么讲理 看着这些叫不讲理 越打越爱 您别鼓励他了 这个看得出来啊 这个方老师的家庭特别的幸福 不 吵架 还吵架呢 我跟你说那是必须要吵架的 一般都为什么事吵架 就是为孩子 我说沈小萌啊 沈胖子你记住 我一旦抱起小肥子 我说你老狗 胖子 我一旦抱起小肥子 有一天那炒蛋气得我直哭 我说我可要跨门槛了 他也气得够呛 完了我真的要跨门槛了 我沈小萌快看他就要跨了 他就要跨了 他一下把我拽 我拽过来了 拽到他的怀里了 我看我发现您就吃这一套 我告诉你们个秘密 吵架是需要有激情的 我们这个年纪我才不吵了呢 每天吃酱压药 让自己身体好好的锻炼健身 我还跟他嘎嘎嘎 因为他一点事就哇哇叫啊 我才不会呢 我会说胖子不要生气 切瓣得不要生气 我觉得跟您收在一起 会生气的 我现在脑里还在想那个胖子 当我抱起小肥子 当我抱起小肥子的时候 我跟他跨门槛了 会拽我呀 我觉得这个虽说方老说的是吵架 但这拍出来就是个喜剧啊 非喜剧 非喜剧 这真吵架 真伤心 哎呦 这张太可爱了 这样必须得说 对 我刚看到这张心一下就萌化了 这是我可爱的小肥子 这就是抱起个小肥子 小肥子的那种 太好玩了 这是他几岁的时候啊 他两三岁嘛 两岁 太好玩了 好可爱 他小的时候是特别年妈吧 那种的吗 但是非常遗憾啊 我在他一百天的时候 我就排戏去了 金英奖做一个很大的节目 就反正就说我 你们这么光彩照人 给我很多高帽 鲜花 掌声 采访我的时候 我告诉他 你一想你孩子嘛 我当时就哭了 他住长拖 他一天天算着时间 他的小指甲剪没剪 他小牙掉没掉 他小头发臭没臭 是不是该洗澡了男孩 我一听我就哭起来了 怎么了你 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 有的时候送他上幼儿园 长拖住宿学校 他说妈妈 能不能再走一圈呢 就走半圈 就走一圈 我说你看 灯都闭了 老师要等你 老师都等烦了 咱们俩是最晚到的 咱们就要必须要 就这样 所以现在我才知道 那些夜晚再也不会来了 所以你们记住了 爱就是陪伴 爱没有别的就是陪伴 导演去到这个 方老师家里震惊了 对 方老师家里头 具体会挂什么样的照片 我跟你说 这是纪念我们结婚三十年 我自己弄的 自己弄的 我自己招的 就全是您跟先生的合影 还有孩子的 对对对 真幸福 谢谢 您把这些照片都挂在家里 先生和儿子都怎么说呀 哟 一声大的奇怪 哟 不是三十周年不感动吗 感动的方式 他没有把我搂在怀里 他也没说 这幅墙让我回到了时光隧道 什么都没说 没有 表达爱的方式不同 对